天高海阔 张修杰 现在美国跟欧洲七大工业国跟北约欧盟在外交立场上能够这么一致 其实就是拜俄乌战争所赐 所以俄乌战争现在开始已经整体的改变了世界格局 那么最近俄乌战争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俄乌战争最近新的进展影响最大的 我个人觉得倒不是在战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乌克兰政府内部发生了变化 简单的说呢 我认为乌克兰政府在接下来的改革当中将会更加技术化 更加职业化 什么叫更加技术化 更加职业化呢 我们知道民主国家的政府啊 一般官员都分成两部分人 一部分呢 是由于政党轮替 执政党所带进政府的一些官员 那么可以由总统任命的 一些呢 基本上是技术官僚 职业官僚 就是通常我们在美国 我们经常讲到的华盛顿官僚体系 过去中国有句古话叫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但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呢 是铁打的政府流水的总统 那么乌克兰这个国家 它脱胎于前苏联 所以在这个官僚文化上 它还是受前苏联的官僚文化影响的非常深 现在整个欧盟 整个北约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对抗 在这个对抗过程当中 之前我们讲过了 美欧现在很明显要改造乌克兰 把乌克兰欧洲化 把乌克兰变成一个欧洲版的民主国家 这样乌克兰就可以永远成为北约 成为欧盟的盟友 乌克兰就可以成为整个北约对抗俄罗斯 最前沿的一个坚定的盟友 最近乌克兰的政府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一口气解雇了28名情报官员 这28名情报官员当中 职位最高的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伊万巴卡诺夫 这个伊万巴卡诺夫身份十分特殊 怎么特殊呢 他是泽连斯基总统从小的好朋友 也跟泽连斯基在娱乐圈里面打混过 我们知道泽连斯基当总统之前是个演员 作为乌克兰的总统 作为一个民选总统 把自己的好朋友带进政府 这种现象在民主国家并不罕见 但是问题是 一般民主国家总统带进政府的一些 自己的亲信好友 都是有一定能力的人 在这点上 美国总统川普就吃了大亏 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官僚体系 是声称是政府不可信 所以他把自己过去很多 在商业合作领域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场合 所交往到的朋友带进了政府 令到整个白宫的官僚团队 出现了非常大的震动 也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泽连斯基把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把娱乐圈里面的合伙人带进政府 本来也无可厚非 但是我们知道 一般民主国家的总统 把这些亲朋好友拉进政府 往往都是一些不太重要 不太敏感的职位 但是泽连斯基却把从小的好朋友 任命为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这个位置实在是太过敏感了 更不要说乌克兰跟俄罗斯 还发生了战争 那么可想而知 情报部门首长这个位置 压力有多么的大 作为一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肯定在这个行业里面是玩不转的 所以现在泽连斯基 把自己从小长大的好友 把自己过去在演艺圈里面搭档给炒掉了 除此之外 还炒掉了二十几位情报的高官 据说这里面有人涉嫌叛国 那么这些人是涉嫌叛国 还是能力低下还是这个消极代工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泽连斯基这次把自己的好友炒掉 也说明泽连斯基为了对这个情报局进行改革 下了多大的决心 没有人会跟自己从小长大的好朋友翻脸 泽连斯基这是翻脸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欧盟对他的压力 我们从另外一个高官被炒 也可以看到欧盟现在对乌克兰 内部政府的改革压力有多大 另外一个被炒的就是乌克兰总检察长 看来在乌克兰当总检察长是个十分高危的职业 大家还记得拜登的宝贝儿子在乌克兰的贪腐丑闻 在被乌克兰当时总检察长萧金调查的时候 拜登以当时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向乌克兰总统施加压力 一定要把乌克兰总检察长炒掉 不然的话拜登就不会把手上掌握的十几亿 对乌克兰的援助交给乌克兰政府 最终乌克兰总统向拜登屈服 把查拜登儿子的总检察长给炒掉了 那么现在乌克兰现任的总统泽连斯基 又把总检察长炒掉了 为什么呢 据说总检察长领导的反腐工作不利 那么反腐工作不利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是对俄乌战争带来直接的影响 而是令到欧盟觉得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条件当中 在反腐败这一点上达不到欧盟的标准 那么所以泽连斯基要把总检察长炒掉 我们看炒掉了这个情报总局的局长 炒掉了总检察长 这么这里边说明乌克兰正在在欧盟跟美国的压力之下 对自己的政府内部进行改革 那么这个改革的标准就是要把乌克兰欧洲化 让乌克兰跟欧洲其他民主国家一样 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符合欧盟的标准 那么泽连斯基能够下这个决心 也说明了在目前俄乌战争之下 泽连斯基也是无路可走 必须要对乌克兰进行一个彻底的改革 符合北约的标准 符合欧盟的标准 这样乌克兰才有可能加入欧盟 这样乌克兰才会在将来有可能加入北约 让乌克兰彻底摆脱俄罗斯对他的军事威胁 欧盟也可以把乌克兰改造过之后 让乌克兰成为一个合格的欧盟国家 让乌克兰成为对抗俄罗斯军事威胁的第一条防线 那么所以如果说俄乌战争最近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变化 我觉得乌克兰政府开始对自己内部进行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意味着乌克兰接下来将会欧洲化 那么我想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感受到压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意味着乌克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开始跟俄罗斯越走越远 那么乌克兰或许今后永远不可能成为普京所幻想当中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除了乌克兰政府的内部改革之外 我想第二个变化比较大的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政府关于这场战争的走向 以及结局的调门越拉越高 首先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军方负责人说 乌克兰现在已经有能力攻击克里米亚大桥了 我们知道克里米亚原来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被俄罗斯占领了 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之后 连接克里米亚有个重要的通道 就是克里米亚大桥 如果这个大桥被摧毁的话 那么俄罗斯向克里米亚这个地区运送的一切军用物资 民用物资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乌克兰军方说 有可能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俄罗斯方面可以说反应非常强烈 最强烈的是曾经俄罗斯的总统 曾经俄罗斯的总理 梅德韦杰夫 梅德韦杰夫就公开说 如果乌克兰军方胆敢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话 那么就是世界末日到来了 什么意思呢 梅德韦杰夫的意思说 如果乌克兰军方敢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话 那么俄罗斯必然会扩大战争的规模 有可能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其实俄罗斯如果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非常容易 他只要攻击一个北约的国家 那么我想整个欧洲就会卷入一场大战当中 所以梅德韦杰夫用这个来威胁欧洲国家 你们如果敢让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 我们俄罗斯就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除了梅德韦杰夫之外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最近也说 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不止于 这个顿涅茨克跟卢干茨克这两个地方 还包括乌东和乌南 拉夫罗夫的意思说 他们现在已经占领了顿涅茨克 那么接下来还会占领卢干茨克 其实这两个地方 在俄罗斯的扶持之下 已经成立了两个所谓独立的共和国 一般外界预期 如果俄罗斯能够让这两个共和国 并入俄罗斯联邦的话 那么似乎普京的短期的战略目标 算是达到了有一个体面下台的机会 但是现在俄罗斯想达到这个目标 似乎也不容易 虽然说现在俄罗斯已经把顿涅茨克 所有的军事要点 所有的城市全部占领了 但是如果要全面占领卢干茨克的话 俄罗斯军队恐怕还要进行 相当长时间的战斗 那么拉夫罗夫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西方的武器 源源不断的运入乌克兰 那么这就说明西方已经间接 卷入这场战争 既然西方卷入这场战争的话 那么我们的战略目标就不会 只在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了 我们不要把整个乌东跟乌南拿下来 我们且不说俄罗斯军队 现在有没有能力把整个乌东乌南拿下来 我在节目里边一直说 哪怕你拿下来了 你对他占领的合法性就能够解决了吗 如果世界各国联合国不承认 你对这两个地区的占领的话 不承认卢干斯克顿涅茨克 这两个武装割据政权独立的话 俄罗斯这场战争就没有办法结束 那么但是梅德韦杰夫也好 拉夫罗夫也好 为什么要把调门拉这么高呢 乌克兰军方为什么要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也纳入未来所谓夺回领土的范围之中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俄乌战争最新的进展 现在我们看到无论是乌克兰方便 还是俄罗斯方面对这个战争未来走向的调门 都越拉越高 乌克兰说要夺回克里米亚 俄罗斯说你只要敢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击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 世界末日就会来临 为什么乌克兰军方会把调门拉这么高呢 其实这个我们就要说 俄乌战争发展到现在 我们怎么样来看这场战争 休杰每次讲到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听众朋友说 谁说这个乌克兰战胜了 谁说俄罗斯不能够打败乌克兰 我们且不说现在这场战争谁胜谁负 现在局部战场 其实双方互有胜负 但是这个互有胜负 最终未来发展的走向是什么 结局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俄罗斯即使占领了卢干斯克 顿涅茨克 哪怕占领了乌东乌南 他能够解决这个占领的合法性吗 他能够令到西方国家 放弃跟俄罗斯的军事对抗吗 很明显不可能 俄罗斯现在跟乌克兰的战争的背后 有三十几个国家在援助乌克兰 并且现在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的传统能源出口的制裁 态度十分坚定 虽然我们在很多媒体当中看到说 如果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 不能够输出到欧洲的话 欧洲今年如何渡过寒冬 其实我想这个答案非常简单 难道欧洲国家的领袖 不知道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 他们不想其他办法解决的话 今年欧洲将渡过寒冬吗 现在关于俄罗斯的天然气跟石油 要不要到欧洲 其实有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欧洲国家已经下了决心 要对俄罗斯的石油进行制裁 制裁到什么程度呢 今年年底要减少俄罗斯原油进口 达到9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欧洲国家 用一种非常搞笑的方式 来显示自己抵制俄罗斯传统能源的决心 比如说欧洲一些国家 号召民众要尽量少洗澡 更加不要泡澡 德国还出了一个十分搞笑的一幅图画 是一个小男孩 拿着一个乌克兰的国旗 然后呢标示了 如果现在洗澡的话 只洗身体上的四个部位 其他地方呢就不用洗了 为什么现在欧洲国家 都要号召民众要节约能源呢 就是决心要对俄罗斯的 传统能源的出口进行制裁 这说明虽然很多人警告说 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 如果不能够运到欧洲的话 欧洲将会如何如何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北约国家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相信呢 关于这个石油也好 天然气也好 如何在今年冬天保证欧洲的基本供应 美国跟欧洲国家已经有一个预案了 所以他们才会下定决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俄乌战争要不要马上结束呢 这个观点 我在节目里边多次讲过 现在最想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个战争打下去的是美国 那么美国也好 北约也好 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我们看现在还在一个平衡的状态上 什么叫平衡状态上呢 就是西方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能够让乌克兰维持跟俄罗斯的这个战争 在这个战争当中呢 乌克兰不会完全处于下风 所以我们看到在局部战场上 俄乌双方互有胜负 比如说乌克兰拿到了美国最先进的海马斯火箭弹 这个海马斯火箭弹呢 对俄罗斯确实产生了相当大的打击力 那么俄罗斯呢 也说他们用更加先进的武器摧毁了乌克兰 从美国手上得到的海马斯 按照俄罗斯官方公布的数字 基本上俄罗斯把明年美国出口到乌克兰的海马斯 已经全部预先给消灭了 很明显俄罗斯在夸大他们的战果 那么乌克兰拿到海马斯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夺回乌东跟乌南的一些战略要点呢 也不可以 所以现在俄乌战争啊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 双方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 在有些局部战场上乌克兰获胜 在有些局部战场上 俄罗斯获胜 并且看起来俄罗斯获胜的这个比例 要比乌克兰大 而这种战争的状态啊 我过去讲过 这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 因为这场战争维持下去 俄罗斯的资源就要被不断的消耗 而美国跟欧洲三十几个国家 跟乌克兰一起 对俄罗斯进行战争消耗的话 那么很明显 俄罗斯受到的伤害更加大 可能有些人会问 不是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 甚至把这个所谓制裁当中的核弹级的这个条件 都拿了出来 把俄罗斯踢出了系统 确实很多人以为 如果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施 这个所谓的核弹级制裁的话 俄罗斯应该马上这个 两眼一翻 口吐白沫 倒在地上 事实上俄罗斯现在并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俄罗斯还对外界公开说 今年上半年的传统能源出口保持了一个增长的态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这里边有个非常大的秘密 就是把俄罗斯踢出Swift系统 就是不能让他用美元来进行国际贸易 所以俄罗斯才要求欧洲国家用这个卢布来进行这个石油交易 现在既然欧洲国家已经准备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那么所以拿卢布买石油也好 买天然气也好 只是一个局部的有限量的行为 有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做 但是大部分欧洲国家 特别是欧洲几个大的国家 肯定不会这样做 那么为什么不用美元交易石油 俄罗斯的这个传统能源还能出口呢 这里边有两个国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印度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加大了对俄罗斯传统能源的采购 那么这两个国家把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买来之后 会不会全部用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没有 印度和中国都不同程度的把从俄罗斯手上买到的石油跟天然气转卖给其他国家 那无论是中国和印度拿卢布也好 拿美元也好 从俄罗斯手上买到了石油 然后呢 这两国家再把石油卖给其他国家 等于间接俄罗斯的石油出口 从总量上来说 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所以啊 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说上半年传统能源出口 依然能够保持跟去年同期 甚至还有所增长的原因 美国跟欧洲国家知道这个状况吗 当然知道因为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并没有违反这个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么所以呢 美国跟欧洲国家在这点上也不能说什么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 第一不谴责俄罗斯 第二中俄之间的贸易不断的增长 美国这个批评啊 只是对中国的不满 但是并没有指责中国违反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因为美国最关心的是中国有没有向俄罗斯出口这个军事物质 其实跟中国一样印度也大量采购俄罗斯的传统能源 只不过呢 印度是美国的盟友 特别是印太战略 美国对印度有所求 所以在这点上啊 无论是对中国对印度 美国都不可能有太强烈的指责 更不可能采取相应的制裁措施 那么这就是俄罗斯为什么在美欧的制裁之下 依然在经济上没有出现崩溃现象的原因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美国跟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下一步 有什么新的招数能够打破这个平衡呢 我想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总体策略还是会依然保持 就让这个战争能够持续下去 但是乌克兰方面不能在军事上被俄罗斯打败 所以最近美国准备出一个大招 就是准备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先进的飞机 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 7月20号在克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战略安全论坛上 这个布朗就强烈暗示 会让西方国家先进的战机进入乌克兰 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军事实力跟俄罗斯相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特别是在空军方面 乌克兰可以说没有先进的第五代战机 那么所以在俄罗斯苏三七这种飞机面前 乌克兰原有的战机 可以说完全落在了下风 要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飞机呢 大家还记得在这点上 波兰曾经说要把他们所有的这个 苏制战机捐给乌克兰 把当时的北约吓得够像 赶快说北约在这个事情上 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当时如果北约军队 向这个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的话 俄罗斯划条红线就等同于北约参战了 但是现在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 明确告诉外界 无论是美国还是北约 都会有先进的战机将会进入乌克兰 这些战机是什么呢 它或许是美国改良过的F-16战机 或许是法国的这个飓风战机 也或许是瑞典的施州战机 等等这些北约先进战机 都有可能给乌克兰 但是我觉得布朗这个说法 是放了个烟雾弹 最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机的 只有美国 那么如果美国向乌克兰提供 先进的第五代战机的话 这说明什么呢 其实这等同于美国直接参战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先进的第五代战机的飞行员 不是一两天 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训练出来的 如果有一天像F-16B这样的先进战机 出现在乌克兰上空 跟俄罗斯的空军对垒的话 那么我们高度怀疑 这些驾驶战机的飞行员 真的是乌克兰人吗 会不会是穿上乌克兰军装的美国人呢 其实这种情况 在韩战的时候就有发生过 因为当时韩战爆发的时候 中国军队的空军 可以说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么在鸭绿江上空跟美军飞机作战的 其实当时是苏联的战斗机 而驾驶这些战机的飞行员也全部是苏联人 有一些苏联的战机被击落之后 美国人从击落的战机的遗骸上 也看到了苏军飞行员的尸体 但是美国不愿意扩大跟苏联的军事对抗 所以无论是苏联 美国 中国都对这个事情守口如瓶 那么今天如果是有先进的美国战机 进入到乌克兰上空的话 我相信很有可能驾驶战机的是美国的飞行员 那么在韩战出现的这种秘而不宣的 空军介入一场局部的战争 这种情况又可能会在乌克兰出现 其实现在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先进武器当中 比如说海马斯火箭如何操作 那么俄罗斯方面认为 乌克兰的军人不可能这么熟练的 这么快的能够熟练操纵海马斯火箭 所以俄罗斯已经质疑有美国军人 穿上乌克兰的军服在乌克兰作战了 如果F-16V这种先进的战机 进入乌克兰领空的话 那么接下来俄罗斯会不会以这个借口 来扩大这场战争呢 我个人觉得这种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